国足怎么好意思,抗议160元伙食太差,网友,来和军人比比看,相信很多人都知道,前不就最火的就是世界杯,直到深夜的时候,都会有人死守在电视机旁,在很多娱乐场所也都是关于世界杯的活动。 但中国足球确实非常的不给力,我们只有支持其他国家的足球队,确实中国在足球上的表现是非常差劲的,前不久,国足还公开叫嚣训练期间的伙食太差,就是因为这样,国足的伙食受到了全世界各国的关注,后来才知道他们每天的伙食费,是160元左右,甚至有的时候会更高,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好奇, 160元能够吃些什么东西呢?首先在我国军队中,普通士兵每天的伙食费是20元左右,而待遇最好的战机飞行员们每天的伙食费是40元左右,他们还担任着保家内国的重任,在我国军队中从来都没有士兵因为伙食不好而抱怨,这些踢球没本事的球员竟然每天160元,到伙食费还要大做文章的抱怨, 是问这样真的合适吗?国球连玉栽都没进,现在有出这样的妖蛾子,是不是觉得还不够丢脸呢?